好,那接著我們來講那個關於地圖的部分 因為上次我們有講到那個小地圖嘛 那但是那個是針對我們這個環境要去執行的部分 但是我們大環境還是要讓人家知道說 我這個點這個位置在哪裡 所以我們會利用它內建的功能去找到 就是像所謂的Map 那它Map的項目裡面還蠻多的 好,那你可以看到這邊有PanelTour Map 那它這個是可以對應就是Google Map的部分 你就可以點兩下 那去執行就是你要設定項目的地方 比如說我想要放在它右邊 或下面或上面之類的 你可以設定一個地方 那它現在目前佔的一個位置是30%的大小 那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效果 那它目前有幾種方式 就是混合的 或是指路 或是一個靜態的一個效果之類的 那一般預設的先這樣你可以看一下 好 你可以看到它一開 它就會出現在這邊 就是顯示在右半邊這裡 它會載路 那因為它目前是要付費的 就是你申請Google Map的一個使用 那它會有一個費用的一個幾家 它目前好像有一些 你可以直接先code試用這樣子 不過它目前沒有 我沒有登錄的狀況下 它就是一個有浮水印的狀態 好 好 那如果你不喜歡有浮水印的話 我們有一個替代方案 就是說 我們可以直接用 Website Box 好 Website Box去替代 就是等於是我去遷路 用遷路的方式去連結Google Map這樣子 好 所以你在這邊呢 你可以去找 Website 好 那Website Box在這裡 點兩下 它是分在那個 Viewer Viewers裡面 就是 檢視器裡面的一個分類 好 那等一下我們來講另外一個檢視器 那這個其實用途非常廣 那你可以先把它叫做是 Google Map 好 Google Map OK 好 那它一樣 九宮格的地方可以選 好 好 那我們 找一下 Advanced的地方 它目前的大小是 1100 x 800 你可以定就是 640 x 480 就好了 640 480 因為其實地圖的檢視不用太大 它如果超過那個範圍 它自動會有那種 捲動的狀態 好 你可以設定它要不要可以移動 就是這個視窗開出來 它要不要可以移動 這樣子 你可以點它 你可以點它 你可以把它視為是 i-frame 就是是一個 一個 遷入的狀態 遷入的狀態 那當它開一個新的panel 要關掉 不用 但是如果開一個新的視覺的東西 你要把它關掉 其實是比較好 不會互相干擾 會互相干擾在這個地方 那顯示它的標題 顯示標題 顯示標題 Overlay我是不建議打開 因為你 你等於點的旁邊 它就關掉 那你底下不能執行這樣子 好 好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需要 OK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再找一個 button 給它 好 那就說 我們是要去啟動這個 Google Map Google Map box 所以我們這邊是 Google Map 的 button 好 好 那我們 制定的位置 就制定在 Garry Button 再往右算 所以240加50 290 再加10就是300 好 所以這邊就是 從300來起跳 然後找到 長得像地圖的東西 好 比如說這個好了 好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它是50 乘50 OK 那這邊指定它的動作 就是它要啟動 就是我們現在用的是 Google Map box button 但是我要啟動的是 Google Map box 所以我點它 點開 那這時候呢 我就選 to go open and close 好 那這裡 我們要簽那個 它的 網頁 就是Google Map的網頁進來 所以 你先找到 Google Map 部分 好 OK 那我們搜尋一下 16 藝術中心 好 OK 它就找到了 那找到之後呢 我們看到這邊有一個是 分享 簽入地圖 那 我們先把它copy起來 好 就是先複製起來 我們其實只要取中間一段就好了 我們複製起來之後 我們到桌面上來 新增一個文字文件 然後我們來 接上 好 那我們要的是 這邊 就是 到 寬高的前面 在引號的裡面 就這一段 這一段 就是它標記 我們所在地的 Google Map的一個位置 把它copy起來 因為它本身已經寫好了 所以你不需要說 另外再去簽 就是那個iPhone的語法 藝術中心地圖 好 那這裡呢 我們就 點擊 好 就是產生 然後按 勾放 看一下 那當我要 我用到一樣的圖 我等一下把它換掉 當我點它的時候 它會出現我們的Google Map的 這個地圖出來 那因為我剛剛是設定可拖拉的 所以我把它可以去移動它 那我底下還可以動 就是 雖然它顯示 它目前是暫停的 不過它還是可以有 動態的 那這邊隨時可以把它關掉 它就自行啟動 這樣 我們先把那個圖案 換掉好了 就是這個圖案 我們把它換成 這個好了 眼睛 OK 那當然這樣就沒有問題 這個是 檢視地圖的部分 好 你點它 那它就會出現 好 就是 Google Map在 這裡 好 去顯示我們目前的所在地 這樣子 那一樣它可以 縮放 簡單的縮放 這樣子 那顯示詳細的地圖 就可以跳 跳轉 它那個 新的分頁出來 好 那這個是一個方式 好 那我剛剛有講 就是說 這一個所謂的 website box 是蠻好用的 那 它也可以簽影片 因為我們之前有講過 就是怎麼簽那個網路影片 這樣子 那當然它也可以簽 好 那還有就是在viewer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viewer 這裡 這裡呢 它其實有一些 比如說 web video box 這個就是一樣 等於是它簽那個 所謂網路影片 這樣子 那這邊有個可以簽PDF檔的 其實這可以 你如果有些文件檔 或是有一些DM 行錄要做介紹的話 也可以 你把它點兩下 好 那這邊呢 一樣 它會顯示在中間 那你的advance 也可以把它打開 好 那目前的寬跟高 它是一個直式的一個方式 那假如你今天是橫式的PDF檔 你就可以把它設定成 好 比如說800、600好了 好 那可移動 好 就是可拖拉 可移動 那如果其他的圖像顯示的話 就被關閉 這樣子 那上面有些東西 你可以自己試試看 可以自己試試看 那這裡的話 還要有一個按鈕 我們一樣在找到 就是按鈕 好 那這邊呢 是我要打開那個 pdf檔用的 好 那剛剛這邊有 google map的button是300 300加50 再加10 360 這邊起算360 所以 好 那這邊一樣 50 50 找到 文件 好 假設這個是文件 好 那 我們這邊呢 點它 去啟用我們的 pdfbox 的 就夠 打開跟 關閉都可以 好 那這邊有檔案 好 你可以去 增加檔案 或 減少檔案 就是這邊可以去 去加啦 就是這個動作 你可以去加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先把它刪掉 我們就先開個就好了 好 比如說 看一下 看一下有 pdf檔 好 假設這個pdf檔 好 那它會把它roll進來 那這個是 標題 比如說這是上課講義 上課 上課簡報 好 OK 好 那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 OK 好 好 那pdfbox 這邊呢 要顯示標題 顯示標題字 其它OK 好 800 600 好 產生 好 這個功能 好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剛剛的那個地圖 好 可以動 可以拖拉 好 那底下不影響 那當我開這個時候 這個會消失 好 就是 好 那它上課簡報的部分 就是我 pdf檔的部分 就可以把它 放進來 那 它一個小小的 一個pdf的 容器 你在這邊可以切換 就是很簡單的一個 小工具 好 那你可以 在這邊去做 拖放這樣子 然後也可以去 收起來 那這裡可以列印 如果你有需要列印檔案的話 比如說你的展覽地有一個 行路啊 或是有一個展示的DM 你就可以透過這邊去列印 那或是再去開啟檔案這樣子 好 或是變成簡報模式之類的 可以這樣去做 那你再按一下它會消失 或者是 你這邊按關閉 也可以 也可以 因為我這檔案應該是比較小 所以 開起來還算 還算蠻快的 就是 上面的東西都還蠻 完整 就是 不會移動 因為pdf檔本身就不會有 什麼什麼其他的問題 好 接著呢 我們講一下它有一個內建的小遊戲 就是 當參考啦 就是 如果你在 製作這樣的一個360的內容的時候 你覺得說 有一些趣味性的一個轉換 就是讓使用者可以提高使用興趣的話 其實蠻好的 那這邊有一個叫做 那個 Fun and Game 這個是 尋找遊戲 你可以點兩下 好 那這邊呢 告訴人家說 你要找幾個元素出來 那這個元素呢 你可以去 設定配置 它的那個 相對的位置這樣子 相對的位置 那這裡有一個技術器 你打算放在哪裡 比如說我把它弄大一點 就是 可能50乘50的一個 計算數字這樣子 好 那這裡呢 我要告訴人家說 如果我 當我 當我找到那個 物件 就是當我找到物件之後 它會到 會到哪裡去這樣子 它會到哪裡去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在這裡可以看到 就是 我的 跳轉到 然後 開一個網頁也可以 那 跳轉一個 影片 也可以 或是播網路影片也可以 好 比如說我要 我做 我做一個那個 跳轉 就是我 當我都找到 這些東西之後 找到五個東西之後 那它會跳一個 網路影片出來 好的一個 嗯 sample這樣子 好 那所以我這邊先找一個 叫做 web video 好 web video box 好 那它在中間 好 那這裡呢 我可以讓它 自動播放影片 好 因為它 它可能一開始 嗯 一進來它就自動播放影片 好 可以移動 好可以移動 然後 嗯 一開始聲音可能就把它關掉好了 一開始聲音把它關掉 好 好 就是我要跳轉一個影片出來 好 我要跳轉一個影片出來 那這時候呢 它這個影片的部分 好 就是 你就可以看到說 我要跳轉 我們的 web video box 就是 網路影片的那個 呈現 好 你把它點開 然後當然它可以 open 把它打開那個 web video 好 那這裡 你可以看到就是 它的連結啦 那這個連結部分 我們找到 我們的 好 好 我們找到這裡 它有一個 嵌入的部分 好就是 選擇分享 然後選擇 簽入 沒關係 那我們用這一個 貼上 OK 好 這個是它的 Inbag連結啦 好 把它貼過來 好 這個是 web video 好 北極熊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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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它貼過來 然後把它貼過來 好 OK 所以原則上是這樣 然後接著我們要設定 就是for這個 遊戲的 控制 for這個遊戲的控制 好 那因為它要找到 五個元素嘛 它找到五個元素 所以我們要滿足它的 這個 五個元素的部分 所以我們這裡 就可以去設定 它的 所謂的 picture 好 就是我要去 定義它的 那個 圖像 好 那定義它的圖像這裡 我就要給它一個說 我對應的是 這邊有一個叫做 Find object game的 這個pocket 好 你把它點開 那這裡對應的 就是它的counter 就是它的那個 計數器 好 點兩下 那你如果原本 就已經有picture的話 我建議你這邊 再去加一個picture 因為這樣它才不會打架 這邊再加一個picture 你會發現這邊 多了一個picture 好 如果你原本已經 有用這個picture去 墻 墻壁上已經有相同的圖的話 你就 我建議你就是 再另外 做一個picture的 設定 好 不然你會打架 好 那這個是因為目前我現在沒有 在牆上有 置錄那個圖片 好 所以我目前是 還好用原本的 所以這邊是 好 那 這裡 我們回到ture裡面來 好 那 一開始的order 是一樓的服務區 一樓的服務區在這裡 好 那我可以看一下 目前 沒有什麼 就是物件 沒有什麼 好在這裡 所以我可以 設定那個物件項目 用picture picture在這裡 picture在這裡 好 add a picture 所以我這邊大概 你如果方向要對的話 你要 左上 右上 然後 右下 左下 好 這樣一個 那這邊就有一個叫做 fine object 好 fine object 那這裡你就被打 這裡 素材區 好 假設是這個 這個 然後再來 再畫一個 這裡 左上 右上 右下 左下 好 再找一個 好 假設是這個 好 好 那還有一個是在 那還有一個是在 這裡 已經三個了 四個 然後第五個 好 那目前呢就是有這五個東西 那我會 因為找到之後 那去啟動剛剛的那個影片 所以我現在按 build 然後播放 那當然這一頁呢就是我們的起始頁 好 就是我們的起始頁 那 你可以看到 這些object都在上面 那 右下角這邊有一個 技術器 好 它其實就是暗示 要找到五個東西 好 那有一個藏在上面 所以 如果說 你今天希望 看 就是 看的人 他要 認真的去 對應 找到那個物件 或是等於是相對的 你可以引導他瀏覽這個環境的話 好 比如說我找到一個 那就不見 再找 第二個 好這邊已經兩個了 第三個 第四個 然後 咦 怎麼都找不到 原來第五個在這 好 那影片就出現在這裡 因為你 你滿足了他的條件之後 那個 你設定的那個東西就啟動在這裡 那當然你也可以說我可以設定下一個場景的顯示